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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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终于使用这款Galaxy Watch 6 Classic 一阵子啦 那今天就来聊聊我的心得吧 那开始之前先偷偷爆了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款比Apple Watch Ultra 还要有特色的手表 那至于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因为它这个实体表圈啦 我当初看发表会的时候 看到实体表圈回归了 我真的超级感动 因为如果今年的发表会上 没有看到这个表圈回归的话 基本上这个表圈 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事隔两年 好险它还是回来了 虽然它迟到 但是它永远不会缺席 真的令人非常的感动 那这个实体表圈可以带来的就是 极佳的操作手感 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 虚拟转盘并没有办法取代的 你实体转一格就是一格 而且马上就会有反应 并不会有触控不良的部分 这个旋转方式就是为什么会觉得 它比Apple Watch Ultra 更具有特色的原因 毕竟这个操作模式真的是太方便 而且更直觉 而且如果你用实体转盘去关掉闹钟 是绝对不会失误的 真的超级方便 如果你有使用过虚拟转盘去关掉闹钟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有时候它会有点反应 会有点迟缓 或者你并没有转到你想要的位置 导致你的闹钟关不掉 就没办法去赖床 会让人有一点不熟 但如果你是使用这个实体转盘的话 一转闹钟就直接挂掉了 非常的棒 而且在旋转时它具备一个 超级舒压的表圈声音 你自己听听看 这根本就是上班族必备的舒压神器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表圈 其实外框是比它的荧幕再高了一点点的 荧幕会低于这个表圈一些些 所以或多或少 我觉得它也可以达到保护荧幕的效果 然后这一次的表圈 它为了不要让你的面积占用太多 它相较于上一代来讲有缩转了30% 那直接跟我的一代相比的话 哇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显著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银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啦 超级美 我很喜欢这个银色很shiny 让我想到了S21 Ultra的背面 总之我觉得这银色非常好看 而且我觉得它很好搭配你的穿搭 不论是你要上班族或商务人士 搭这个银色是觉得不会有问题的 那我自己也搭配我之前买的皮革表带是非常的好看 好然后再来就来聊聊看续航力吧 毕竟智慧型手表 大家最讨厌就是每一天都要充电这件事情 那我手上使用的这款是 Galaxy Watch 6 Classic Wi-Fi的版本 43mm的那个大小 我在设定中呢 把所有能开的设定全部都打开了 心率啊血氧是随时侦测 那睡眠中也有憨声录制 那续航我实测下来 大概是一天又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就蛮接近官方宣称的 OS On Display打开的时候 会有30小时的数据 这数据也确保你可以使用完整的一天 就包含你睡眠监测的使用 那这边我也提及一下 我之前去年测的那个Galaxy Watch 5 Pro 大概是两天多接近三天左右 所以Samsung的智慧装置续航最好的记录保持者 还是去年那个Galaxy Watch 5 Pro 不过总之这款Galaxy Watch 6 Classic的续航 大概就是一半还OK啦 你全开的话大概就是一天多 撑得晚一天 但是剩不过两天一夜的旅游 除非你晚上睡眠监测不带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充电速度的部分 我实测10分钟可以充到12% 那30分钟可以充到48% 那总共耗费一个小时又13分钟充满100% 充电速度上来讲就算是还OK啦还不错 你如果洗澡的时候 有拿下来进行充电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维持每天都有电力 的状况 那是说有人洗澡会戴着智慧型手表吗 我自己真的是蛮好奇这个问题 一直在想问问看大家 如果有的话底下留言让我知道一下 然后再来聊一下我去年等很久的 体温感测器的应用啦 那这一次终于看到实质上的应用分别是 旌旗追踪和睡眠体温这两个部分 那首先旌旗追踪这个部分 其实蛮有趣的 虽然说我没有月经 完全不知道它的精准度好不好 不过我还是稍微体验了一下里面的功能 基本上只要输入你上一次月经的时间 和你月经周期 它就会预估你下一次的受孕期啊 排卵日和下一次的生理期 分别是什么时候 但它也没有在管你的性别是男是女就是啦 因为我输入之后它还是有帮我预估 然后体温感应器的部分 在这里最主要功能就是让你的旌旗追踪数据更加的准确 如果有在被孕的人就会知道说 基础体温是判断一个女生是否排卵的重要数据之一 那这一款Galaxy Watch 6 Classic 它就会利用它里面的体温感测器 去测量你的基础体温 再搭配上你输入的资料 就可以让你的月事预估更加的精准 然后再来就是睡眠数据的部分啦 这次新增的部分就是它会记录你睡着之后的体温 然后我真的还满喜欢每个项目底下的说明 像是这个睡眠体温的部分 它就会跟你说该怎样去针对这个数据去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例如你在睡觉时通常体温都是会下降的 但如果你在睡觉时发现你的体温是升高的状况 就代表你的卧室温度可能过高了 它会借你降低温度去提升你的睡眠品质 这就还满实用 就不是单纯只是告诉你说你睡眠体温多少 并没有一个处理的方式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 基本上就跟去年的Galaxy Watch 5 Pro是一样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它直接打了一个睡眠分数给你 你就可以一目了然你昨天睡觉的状况究竟好不好 而且该有记录这次Galaxy Watch 6 Classic也都有 像是睡眠时长啊睡眠周期几次 睡眠中的血氧浓度啊 然后最有趣的憨声录制这次也有保留 就是真的让打呼仔无所遁形啊 它直接把你憨声录制下来想跑都跑不掉 然后这次假如你有佩戴这款手表睡觉至少7天 它就会从8种动物中选择一种来代表你的睡眠状况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也让我想到第四代的折叠机 Galaxy Z Flip 4 的那个封面动物 那个真的很可爱就非常可惜 这一次好像并没有看到它的足迹了 然后最后我想替 Watch 5 Pro 的用户向三星喊话一下 因为这个睡眠体温逻辑上来讲 Watch 5 Pro 应该也可以有 不过不确定是我评测时还没有收到系统的更新还是怎样 总之 Watch 5 Pro 我的设定中是没有看到 那因为 Watch 5 Pro 也有这个感测器 逻辑上来讲应该也要有啊 就在等三星尽快更新咯 跟三星喊话一下 然后再来聊聊台湾人最爱用的 Line 的部分 基本上所有功能跟去年我实测 Watch 5 Pro 都一样 就是你可以键盘输入回复啊 你可以语音输入回复 也可以录音回复 那贴图的部分也是维持只有预测的那几款 然后一样是没有办法接听 Line 电话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 App 不支援啊 不过这部分的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跟 Line 的软体比较相关啊 跟 3D 没有关系 但我猜大部分的台湾人都还是会想知道 所以我还是提及一下 然后我刚刚虽然说 Line 电话是没办法接通 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挂断 所以就是还是有挂断的权利 然后一般的手机四话 或者是手机通话的部分 这还是可以接通电话 所以这点也提及一下 你可以用手表跟人家讲话 就非常的像柯南这样子 然后接着来聊一下 这一次新的这个一件式的快拆表带吧 其实真的是还蛮好拆装的啦 然后这一次它有针对透气性 特别出了一款叫空气杆织布表带 让你睡觉时呢 手表存在感可以更少一点 睡眠品质会更好 不过针对这个快拆表带 我有遇到一个小状况 我想说我还是提及一下好了 就是我在韩国某一次体验快拆表带时呢 我遇到一个快拆表带 它的某一端特别容易掉 但这应该是个案啦 因为就是有那一次遇到 我在韩国期间摸了至少10支 Galaxy Watch 6 Classic 但就只有遇到过一次 那我这边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刚拿到的时候呢 稍微还是检查一下会比较好 拉一拉表带啊 转一转 确定它不会喷掉之后 才开始使用 以防你戴戴之后 手表喷掉会真的会吓一跳 说命会少三天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个案啦 因为我后来都特别有去实测 就是只有那一次遇到 之后都再也没有看到过 不过还是稍微跟你聊一下 你可以检查一下 以防喷掉这样子 好啦 那最后就是购买建议啦 很多人第一个想知道 也想问我就是 这一款Galaxy Watch 6 Classic 跟去年的Galaxy Watch 5 Pro 究竟哪一款好 毕竟一个是Classic 一个是Pro嘛 不知道哪个到底是比较厉害 那我个人觉得主要差异 就是会差别在像续航力的差异 Watch 5 Pro 可以到两天多快三天的时间 因为它电池真的比较大颗一点 然后这一款Galaxy Watch 6 Classic 大概就是一天再多一点点啦 但怎样都比Apple Watch多啦 然后第二个差异的部分就是 Galaxy Watch 6 Classic 它少了路线锻炼 和追踪返回路线这两个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差异就是 Galaxy Watch 5 Pro 它使用的是钛金属表身 而这个Watch 6 Classic 它使用的是不锈钢的部分 不过依照我去年的使用习惯 我觉得这个钛金属真的是满耐壮 我这样钻钻就一整年的都没有什么伤 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稍微提一下 不过如果这三点你都不在意的话 你选择这款Galaxy Watch 6 Classic的话 就可以获得这个手感无敌 而且超级好操作的实体表圈 而且我真的非常推荐银色 戴起来真的是很好看 我第一次摸上手的时候 就再离不开它了 上班族啊或者商务人士就激推这样 那如果你想要比较低调一点 不想要这么shiny的话 你可以选择黑色 不过我真的蛮建议你去看一下银色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黑色控 但我看过银色之后 哇真的是离不开 非常强烈建议你去现场看一看 好了那最后看到这个实体表圈的回归 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感动 如果你是喜欢这个表圈的人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让三金知道说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大的 不要把这功能拔掉 那我自己其实也满期待 只有可以看到一款是 Watch 5 Pro和Watch 6 Classic融合版本 就很像是之前的S系列和Note系列融合那样啦 就是有的最旗舰的规格啊续航 搭配这个实体表圈这样 总之这款 Galaxy Watch 6 Classic 我非常推荐 好啦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欢迎底下留言 那我的影片最后也推荐一下 我有开一个LINE群 和一个Discord群 有兴趣的都可以来加入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Ciao Ciao Bye Bye Ciao